大家好我是吉安游侠 我现在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现在我的后面就是美国留下来的汉马车 我们现在过去看一看 旁边就是塔利班的战士 现在让我们进去看一看 OK 看看这门很厚重的 我进去坐一下看看试试看 这个门非常重 这里面的话有一点运气 我现在坐的位置是驾驶室位置 我看一看 我给手机看一看 这个位置看起来 这个位置的话你看窗户很小很小的 这是驾驶位置很小很小 一些开关仪器都不认识 这里是他们的一个电台 听说是非常昂贵的 而且是非常机密的 就不说了 然后这个是他们做的 这个是旋转的 然后有四个位置 里面乱七八糟的 后面 后面不到干嘛的 这些仪器特别有意思 这一次经历都非常有意思 这个我们看看周围的情况怎么样 这个车很大 这个好像是改装过的 到时候咱们搞一辆回去试试看 大家好 现在我来了另外一个地方 刚才那个地方呢 刚才我们去了另外一个地方呢 是他的车子是没有战斗力的 现在这边车子是全战斗力的 然后我现在要跟他问一个问题 其实他很友好的 其实没有那么危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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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 他妈他们现在是否能正常工作 他这个车还很大 这个是防爆的 应该是很大的 然后他这个装甲什么之类都很厚 都非常厚的 再看一下 这个玻璃是防弹玻璃的 之前我是可以进去做的 这个到时候再看吧 这边都是的 但是这个是什么型号 我不知道是什么型号 很简单的 然后上面还有 他们是在执行有机枪手的 nice 在这里面只能坐四个 四个人对 只能坐四个 然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电台 这辆车的话有一辆动台 对这里还有一个人 上面还有人 好的好的 他这里结构很简单的 他这里结构很简单 就是特别厚 就是特别厚 所以说安全方法应该没问题的 我就想着以后 能不能搞一两回去 好了 今天就不拍的那么多了 因为他们也要上班工作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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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拜拜